可以在最右邊增加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這邊有沒有 這個下方自己再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希望做出什麼 99乘法表 1到9 按Ctrl鍵有沒有 這一到9 向下也是一到9 那我希望呢 上面乘 左邊 1乘1等於1 1乘2等於2 1乘3 2乘1等於2 如果我希望就是向右向下 一次完成 這邊呢很關鍵 就是要 所攔所攔 哪個地方只能所攔不所攔 哪個地方只能所攔不所攔 不然你怎麼做出來 其實這個你可以試一下 等於什麼 1 就是上面 乘的話就是用x來代替 所以AND串接 一個x 串接 有沒有 就是AND 一個x x在這裡是一個文字 AND 什麼呢 A12 有沒有 那等於 等於多少 AND AND 串接一個等號 再AND 把兩個相乘 兩個相乘就是 他 乘 他 OK 分 1 2 3 三個部分 中間 先串一個x 再串一個等號 所以會三個部分 三個算是 儲存格 中間就用兩個字串 放在中間 如果你打多之後 再把它置裝好了 有沒有 1乘1等1 但是如果你希望向下向右 做一次就完成 這個地方很重要 你這個地方只能鎖 哪個地方只能鎖裂 哪個地方只能鎖籃呢 其實 你只要鎖 B 1的地方鎖 1的前面鎖 A的地方鎖 1的地方鎖 A的地方鎖 鎖完之後有沒有 你打多 向下 向右 Judasmario出現 OK 好像在變魔術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 這個可以想想看 好不好 其實關鍵很簡單 就是 你有些地方不要 就是改變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列一定不能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列都是 一到九 因為我要抓 A欄也不能變 所以 一列跟A欄不能動 所以你會看到 我做完了公式 裡面 其實我閉著眼睛 都可以做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看到 這個儲存格 B1跟A2 裡面呢 只要是有一列的 加個鎖 有A欄的 加個鎖 有沒有 後面呢 有一列的加個鎖 A欄加個鎖 意思就是說呢 你的 標題列 跟標題欄 有 有沒有 OK 那這樣子就OK啦 那到底是說 你不能動的位置 那九九層神發表 就可以在瞬間 怎麼樣 就出現 OK 未來 如果應徵人 你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做個九層神發表 然後確定一下 他會懂得 藍列鎖定 HR 就 只用這個題目 你現場做一下好了 做完 OK的留下來 不OK的 請你就可以離開了 因為你這個都不懂 你怎麼去做一些大型式算表的運算 OK 你們不會 不用走喔 開玩笑 開玩笑 主要是這種 觀念啦 如果觀念正確 說真的 你未來做複雜的東西 也可以在很 快的速度下 就可以把東西給做出來 OK 所以這個九層神發表 應該可以了解 也許等一下 你們有時間的話 試做看看 上面是1到9 這邊也1到9 這邊A1 空下來 就是 把這個公式給做出來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那個早上也有講 講到 蠻多的 只是說藍列 反正所一列 跟所 A藍 不用死背 但是你做出一次之後 你將來就會了 用理解的 OK 那 什麼地方會用到 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只要是四串表 列啊 藍啊 比如說你要算你今天 像匯率好了 比如說你匯率多少 買進買出 像有時候最近日幣 不是 已經到了很低的點 所以我前一陣子也買了一些 剛好在比較低的 現在慢慢感覺又漲上來了 所以之前也是比較低的時候 買進 高的時候賣出 那你要是算出你的獲利率多少 那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用類似的概念 比如說 縱向可能是你買多少錢 橫向可能是 那個日幣多少錢 匯率多少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算出來 大概你的 投資多少 可以利率多少 等等 可以類似一個 試算表 這個概念 我想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派子上用場 所攔所裂 因為剛好同學 問到很重要的關鍵的那個 問題 所以我就順便補充一下 九九成法表 OK 這裡等下有時間 自己再試試看 這額外補充的 所以講義裡面 好像也沒有 OK 這可以記得起來嗎 或者 公司 好 只要公司再放大一點 等一下 我把它貼到那個好了 貼到握的裡面好了 因為這個 我們這邊 可以